我67岁,大儿在国外,天滩后小儿接我回家,五年后我做了房产变更,隔天我甩出遗嘱让众人彻底傻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叫王大伟,今年67岁了,体态有些偏胖,不仅头发有些少了,啤酒度也有一些明显,前几年一场大病,让我险些送了命,到现在都下脚不稳,走路摇摇晃晃的。 我年轻的时候,可是我们当地的风云人物,那时候我是开建筑公司的,赚钱后在县城买了别墅住,买了一百多万的车开。 我和老伴有三个子女,大儿子和女儿都有一颗聪明的脑袋,读书成绩很棒,我也乐意花高价钱供他们去好的学校读书,盼望他们出人头地。 这两个孩子也没有让我失望,大儿子读大学,一心要出国留学,我当时也有这个经济实力,就让他去了美国留学,大儿子毕业后就在国外娶了老婆,现在他们两口子和孙女并居在意大利,日子过得倒也不赖。 我的宝贝女儿是家里的老二,从小我和老伴就把她视为掌上明珠,她也乖巧伶俐,上学没让我们劳两口操过心,一路考到大学的经济馆里。 女儿去了上海上班,后来在那里嫁给了一个本地人,两口子开了个小公司,那时候日子也过得风生水起,让我头疼的只有我们这个小儿子,长得瘦瘦弱弱的,比我大儿子矮了一个头,脑袋瓜也没他哥哥姐姐聪明。 她好不容易读完高中,就再也不想去学校念书了,可能这也怪我吧,当时我老伴怀着这个儿子的时候,我的事业正在高峰期,花钱也大放,身边就不乏有年轻的妹子对我抛媚眼,那时我老伴带着肚子,人就显得难看,自然没法和我公司里没结婚的女孩子相比。 我也开始逢场作戏,和其中一个对我有情意的女人聊得火热,虽然我俩的关系还没怎么发展,但向来敏感的妻子很快就发现了我内心的浮躁。 妻子是一个追求完美主义的女人吧,她眼里容不下半点沙子,内心又多愁善感,她就觉得我对她不忠,天天伤心哭泣,结果小儿子才七个多月就出生了。 我当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及时地悬崖勒马,不住地安慰我妻子,耐心地呵护这个早产的小儿子,但孩子还是由于天生的缺陷,比她哥哥姐姐的体质要差了许多。 小儿子上学的时候,脑袋不太开窍,上语文课还将她姐姐的作文照抄,她居然连性别都没有改,说自己的小辫子特别漂亮,结果连我都被老师叫到学校问话。 哎,我一张老脸都被这个儿子丢光了,小儿子肯定不是读大学的料,他完成高中的学业后,我本来想把他带到工地上,跟着我学做事,但小儿子性格内向又执拗,天天跑去了他舅舅的修车场学技术,大家说说,这修车能有什么出路啊? 每天弄得一身脏兮兮的,还挣不了几个钱,我也不知道这儿子是怎么想的,一点都没有遗传到我的创业基因。 我出门的时候,别人都夸我大儿子和女儿聪明能干,不仅都读的是好大学,儿子还出国深造,这大大给我长了脸,可这小儿子呢,就每天穿着油污污的工作服,一张脸黑油油的, 逢人便咧着嘴笑,看他那傻样,我出去都不好意思说他是我儿子,但我老伴还是很心疼这个小儿子,他常对我说,这都是你的错,如果当初你不惹我生气,老三也不会生得这样瘦弱,你不对他好一点,都没法赎你的罪。 老伴越这样说,越是触到我的难堪处,让我对小儿子更不想多看一眼。 小儿子在汽修厂学了大半年后,开始领工资了,他还给他母亲送了一串银项链,给我送了一把剃须刀,老伴乐呵呵地天天戴在脖子上,我觉得小儿子买的都是廉价货, 就把剃须刀放在抽屉里,一次都没有用过,我还笑话老伴说,我给你买的金链子不带,你偏偏喜欢这不值钱的银链子,你也跟你小儿子一样犯傻,老伴就说,这是小儿子孝敬我们的心意,我当然宝贝了,我们大儿子和姑娘虽然看似比他们弟弟能干,却从来没有给我们买过礼物呢。 我争辩道,大儿子和姑娘每天要忙正事,哪里像小儿子一样无所事事,就搞这些婆婆妈妈的名堂。 大儿子和女儿都是发愤图强的孩子,一直努力追寻着他们的梦想,也都在他们既定的人生轨道上,坚持着他们的追求。 小儿子却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修车工,成年后他也只找了一个乡下媳妇,叫做田英的姑娘。 一听名字就很土吧,因为大儿子和女儿都在外面成了家,我们劳两口也需要儿子陪伴, 所以我和老伴就想让儿子结婚后和我们一起住,但是田英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他只有一个母亲和他相依为命, 所以儿子就说要接他岳母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打算自己挣钱在城里买一套房,不愿住在我们家里。 我很生气,这儿子是我养大的,他讨了老婆,就忘了爹娘,一心去孝敬自己的岳母,他又把自己的亲生父母放在什么位置啊? 所以我也不想管他的事了,但我老伴心疼儿子,他悄悄把他存的二十多万元私房钱贴布给了小儿子买房。 当然,这都是他后来才告诉我的,不然我铁定不会让老伴去管这个不孝的儿子,但对于我其他两个孩子,我却是倾囊相助的。 有一次我大儿子在国外做生意,遇到了周转不灵,他就打电话向我求助,我想这也是生意场上常有的事情。 我作为父亲,肯定是他身后的背膀,所以我东凑西拼,也给他汇去了二百四十万帮他渡过难关,但大儿子后来也没有再提还钱的事,我有些不高兴,但想想,他是我最能干的儿子,今后我和老伴肯定会靠他养老,那些钱就当是我存在他身上的资本吧。 这样想想我心里也就释然了,女儿结婚几年后,却因为女婿的花心离了婚,他没有要孩子,而是净身出了户,继续一个人在上海打拼,后来女儿打算在上海买房,但他挣的钱不够,我心疼女儿,也就补贴了他一百多万,让他付了首付款,这女儿也是执拗,又不肯再婚, 一直一个人在上海生活,几年了也没有时间回来看望我和他母亲,直到他母亲去世,我老伴是在五十四岁的时候生病走的,他一生心思太细腻,常常多愁善感,所以身体一直都不太好, 常年都在吃药,老伴走的时候,还一再叮咛,我要少喝一些酒,不要把自己的身体也搞垮了,我的三个孩子失去了母亲,不能再失去父亲了呀。 我虽然也谨记了老伴的话,但我平时在生意场上,哪有不喝酒交际应酬的呢? 那两年,我的生意也开始走下坡路,收入一年比一年少,我听从了朋友的建议,就渐渐结束了以前的生意,和两个朋友搞起了投资公司, 然而,这一行还是水太深,是我们这些文化不高的人,难以摸透的,我们没到半年的时间,就搞不下去了,连我仅存的一点财产都搭了进去,公司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两个朋友没有办法,为了维持生活,他们无奈都去开启了滴滴, 只有我年龄一大把了,只能守在自己家里独自生活吧,索性我年轻的时候,为自己买了份的养老保险,所以我到了六十岁后,每个月能领六千多块钱的养老金,自己养老也基本够了。 我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空荡荡的房子里,心里也是非常孤单寂寞,我总是怀念以前老伴在的时候,三个孩子还在读书的时光里,那些叽叽喳喳一家人在一起的热闹日子, 没事的时候,我就去公园走走,或者约以前的一些老友和喝酒,吃吃茶,大发日子,大儿子自从他母亲过世后,又有好多年都没有回过国,我连大孙子长什么模样都记不得了, 女儿虽然有时候会打电话来问候我,可她也是两三年才回老家一次,和我的父女感情也日趋淡漠了,很多时候,我就只能散步走到小儿子的修车铺去,十多年前,小儿子就从他舅舅的修厂出来后,自己开了一个小小的修车铺,我无聊的时候,就只能去他的铺子上坐坐, 虽然我们的对话不多,但他必定是我的亲儿子,我看着他的时候,心里面才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这可能就是父子之间固有的亲情联系吧。 就在我62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几个老友去饭店里聚餐,我一时高兴就多喝了两杯,等我出饭店门的时候,我一时头发晕,就在台阶上踏空,摔在地上, 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们给我动过手术之后,是老友们把我送到医院的,他们通知了我的小儿子到医院,因为我的血压太高,所以摔出了脑溢血,身体也不受自己的控制了。 我当时都以为自己的生命就要终结了,心里还是怕得要命,悔恨自己不该不听老伴曾经说过的话,喝酒会伤身啊。 也幸好,小儿子和儿媳一直守在我身旁,小儿媳对我说,爸,医生说,你的手术很成功,只要好好注意身体,一定会恢复得和你以前一样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骗我,但心里也宽慰了许多。 我是一个好强的人,如果我的余生只能躺在床上过日子了,那我还不如就那样摔一跤,直接就去见了老伴才好啊。 我问小儿子,给你哥哥姐姐打电话了没有啊? 小儿子点了点头,说,爸,我给哥和姐都说了你的情况,他们说会尽快赶回来看你。 我心里一阵开心,他们都还是有孝心的孩子,知道回来关心我呀。 我也好久没有看到大儿子和女儿了,真是想念他们呀。 但是我在医院里等了一周的时间,也没有等着大儿子和女儿回来,于是我忍不住给大儿子打电话,好半天才接通他的电话。 大儿子说,爸,我还在公司里开会,很忙,有什么事等会儿再聊。 我问他,你不是说要回国看我吗? 大儿子却说,我这段时间手上的订单太多,可能一时回不来。 爸,你现在能自己走动了吧? 等我忙过这一阵子,再回来看你,好吗? 说着,大儿子就挂了电话,我拿着手机,发了好半天呆。 大儿子这话我都听了无数次了,他的过一阵子恐怕又是若干年吧。 我不甘心,又给女儿打去了电话,女儿的电话却一直显示战线中,我想她可能上班忙,也只好等到了晚上再给她打过去。 这一次我终于打通了,女儿在电话里问我,爸,你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对不起啊,我每天太忙了,连打电话问候你的时间都挤不出来。 我失望地说,那你也像你哥哥一样,没空回来看我吗? 女儿歉意地说,爸,我真的抽不出来时间回来,没办法,我每个月还要还房贷,必须要工作呀。 我没有靠山,只能靠自己生活,等过春节的时候,我一定会回来看你,我的心难过极了,大儿子和女儿可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啊,我在他们身上投入了那么多的心血和财力,可是如今我年龄大了,需要他们照顾和付出的时候,他们却一个个躲着不见人影,这让我情何以堪啊。 虽然大儿子和女儿不回来,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我出院后,身体并没有完全康复,手和脚都还有些不听使唤,吃饭也只能用勺子,更别说自己能去弄饭吃了。 小儿子对我说,爸,你还是先住到我家里来吧,你的腿脚不方便,自己煮不了饭吃,我们也能够方便照顾你。 我身体到了这种程度,很多事情也身不由己了,只能听从小儿子的安排,但我心里也暗暗感激他,想不到我不看好的小儿子,居然在我生命危及关头,一直守护在我身边,现在又主动承担了照顾我的责任,我真是愧对于他呀。 但在小儿子家里住了两个月后,我还是觉得很不方便,小儿子家里只有一百平方米,三十一厅,而媳妇的母亲也住在他们家里。 我去儿子家里养老,就只能去住孙子的房间,而媳妇就只好在阳台上给孙子搭一张床睡觉,于是我就给小儿子商量,让他们全家人都搬回了我们老屋居住。 我这老屋虽然时间久远了些,但却是那时候买的单栋别墅,有上下两层,房间也多,完全够小儿子一家人和我居住了。 我给小儿子商量后,她便也答应了举家搬回了我们的老宅子,亲家母也来到我们家居住,她是一个贤惠的老太太,每天帮着小儿媳妇做家务,洗衣做饭。 我感觉家里热闹了很多,心情好了,所以我的病情也很快稳定了下来,现在几年时间过去了,我们一大家人还是住在一起,虽然我走路依然有些摇晃不定,但生活基本上已经能够自理了。 儿媳妇每天都要监督我量血压,吃酱鸭药,曾经强势的我在她面前也居然服服帖帖了,因为我知道,这小儿子和儿媳妇都是真关心我的人吧。 前段时间,我拉着小儿子去了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准备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我要把这套老房子登到小儿子的名下,这是我能留给他唯一值钱的东西了。 有人说,不要把自己的儿女养得太优秀,否则他们会飞得很高,很远,父母在年老的时候,还得依靠身边平庸的孩子,现在我终于深有体会了。 不过,我还是欣喜地,在我人生的末年,有着平庸却善良的小儿子一家的陪伴,我也算是老来无忧了,真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浅谈人生,双胞胎侄子都跟着我嫂子姓,但我们家没有鸡飞狗跳,反而其乐融融,网上有太多的文章内容讲的都是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跟母亲姓,结果引来婆嫁娘嫁两家人分别对两个孩子的区别对待,这种情况肯定不少,但是也有例外情况,比如在我家。 我是个八零后,我们家是少有的多子家庭,我和妹妹是龙凤胎,我们俩还有一个比我们大八岁的哥哥,我的伙伴们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只有我和妹妹。 我们俩有哥哥疼,有兄弟姐妹疼爱,但是我们家跟伙伴家相比却格外困难,因为孩子太多了。 并且父母生我和妹妹的时候年龄已大,他们俩将近四十岁才生了我们,所以父母的压力可想而知。 令父母欣慰的是,我们兄妹仨人学习都比较好。 大哥更是出类拔萃,从小就是别人口中的孩子,在他那届的中考中,他以全线第一的成绩考入我们当地的重点中学。 大学更是考上了全国有名的政法大学,幸运的是大哥大学毕业的时候。 大学生的工作由国家分配,正是缺人才的时候,大哥被分配到了法院,成了一名法官。 这让我们一家人格外开心,因为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如今竟然出了一位法官,家人哪能不高兴呢? 但那时候的工资很低,大哥的那点工资除去自己开销,剩不了多少,但他主动帮着父母承担我们的开销。 我和妹妹那时候上初中,正是两个吞金兽,父母的收入供大哥上学还紧巴巴的,更何况还多了我们两个小的呢? 后来大哥有了女朋友,之后他又多了一项开支,于是他的经济就更加紧张。 好在他们俩熟悉之后,未来的大嫂体谅他,俩人约会时就尽可能地不花大哥的钱,或者由大嫂出钱,这样大哥才有钱继续补贴我们。 我和妹妹见到未来大嫂的第一眼就喜欢上她了,她一看就是城里人,长得漂亮不说,给人的感觉特别舒服。 后来我才知道,那种感觉叫气质,她不嫌我们家穷。 她第一次来我们家,就被我和妹妹围着先是像看猴一样看了半天,直到把她看得不好意思了。 我们才放过她,大嫂落落大方,平易近人,没多久就跟我们两个小的相处熟了。 我们仨人叽叽喳喳,就像麻雀一样玩作一团。 说实话,大嫂真是没得挑,当时我们家养着猪,猪圈就在院子里,打扫得再怎么干净也是臭气熏天。 可大嫂跟我们一样,坐在屋檐下和我们东拉西扯谈天说地。 有时候风一吹,猪圈的臭味就直冲我们这个方向而来。 我们会一起捏着鼻子哈哈大笑。 她没有成立小姐的娇气,会帮我母亲收拾家务,甚至帮助我们一起喂猪喂羊。 虽然她好玩的成分居多,但是她起码没有闲脏闲泪。 对哥哥的这个女朋友,我们全家人一致通过,但我母亲有点担心,担心我大哥跟她结婚后会不会处境不太好。 毕竟我们家跟未来嫂子家差距太大,实在是门不当户不对。 我们家世代务农,过的是面朝黄土被朝天的日子,至今家里过得紧巴巴的,将来肯定要欠外债。 而嫂子家家境很好,她的父亲经商,开着我们当地最大的一家家具厂。 她的母亲是我们县人民医院最有名的妇产医生,连我们这些种地的都知道她母亲的大名。 可想而知,她母亲是多么的厉害。 他们家是我们那里数一数二的有钱人,最重要的是这么好的家庭只有她一个孩子,她是独生女儿。 以前门当户不对的婚姻,大多被人不看好,特别是女强男弱的情况下,男人的自尊大多被女人踩在脚底下,过的日子都相当憋屈。 我们村曾经就有一个男的娶了高官的女儿,整天被人欺负,俩人结婚那么多年,儿媳从来不让公公婆婆去,有了孩子后,公公婆婆想念孙子想念得紧。 只能在家看看照片,赌物私人,至于回婆家,儿媳妇是从来不屑于来的。 我们家跟未来嫂子家差距这么大,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所以母亲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 但我父亲说,看我嫂子的日常表现,说明他们家家教很好,首先,他们不歧视我们这样的平常人家还愿意跟我们结亲。 另外,嫂子的一举一动都特别有涵养,能交出这样的孩子,说明他们家家风很正,家风正的家庭应该不存在踩低捧高。 所以,母亲的担忧应该不是问题,很快双方家长见了面,见面的饭店是嫂子那边安排的,只是一个平常的家常菜馆。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第一顿饭需要南方结诈,嫂子就刻意找了一家平价菜馆,饭桌上具体说了什么我并不知道,因为我和妹妹没资格去,只知道父母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父亲说,怪不得亲家人家有钱,人家那种高素质的不挣钱就不对了。 父亲喝得微醺,一直说大哥有福气,所以我估计两家人的见面应该挺愉快,否则我父母不会是这种表现。 大哥结婚之前,他的岳父岳母请我们一家人吃饭,针对这次吃饭,我们家都一脸纳闷,这次的饭店是选在我们县城最高档的饭店,平时从门前经过我都胆怯。 而如今我竟然要作为客人,在里面享受美食。 饭店的豪华令我们一家人杂舌,除了我大哥之外,我父母包括妹妹都畏首畏尾,怕弄坏了人家的东西要赔偿。 我嫂子的父母极其有涵养,怪不得他们会教育出那么有教养的孩子。 嫂子的父亲是著名的企业家,人家丝毫没有富豪的款,拉着我父亲一手老歌长老歌短的叫。 嫂子的母亲也拉着我母亲在那说悄悄话,只有我和妹妹在那大快朵仪。 酒过三旬,嫂子的父母终于说到重点了。 他们有点难以启齿,张了几次嘴也没能说出来,最后是我父亲忍不住了。 让他们有什么话就直说,嫂子的父亲这才开口了。 原来他们确实有个要求,因为他们家只有嫂子一个孩子,而嫂子也是一个医生,对家族企业没兴趣。 所以他父亲就希望以后女儿能生两个孩子。 第一胎跟着我们姓,第二胎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跟着他们姓,他们想给自己的家族企业培养一个接班人。 在我们当地很少有人招养老女婿,因此根本没有孩子出生后跟女方姓的事情。 父母一时愣了,但父亲反应很快,看向我大哥,眼睛里带着询问,你什么意见呢? 我大哥不敢看我父亲,但还是坚定地说,我没啥意见,我觉得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父亲点了点头,又看向母亲,母亲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我佩服得不得了,我没意见,这孩子无论跟谁姓都改变不了她是咱们俩家的孩子。 父亲接上话,对,我也这么认为,孩子无论跟谁姓都改变不了这其中的血缘关系。 大兄弟大妹子,我不反对孩子跟你们姓,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无论孩子跟谁姓,咱们都要一碗水端平,不能厚此薄彼,让两个亲兄弟或者亲兄妹或亲姊妹的产生隔阂。 这样就是咱们做大人的不是了。 嫂子的父母赶紧表态,那肯定不能,都是自己家的子孙后代,肯定得一样疼。 父亲得到了保证,继续往下说,既然这样,那孩子都跟着你们姓吧,要不然孩子两个姓,对他们的成长也不利。 我还是那句话,孩子无论姓什么,他都是我们家的孙子孙女,也是你们家的外孙外孙女。 嫂子的父亲瞬间瞪大了眼,老哥,你答应得这么痛快,你真让我刮目相看。 要知道,好多人家是不允许跟着母亲姓的,好像孩子跟了母亲姓就不是他们家的孙子孙女一样。 我父亲说,我理解你们的想法,因为我们家有这种经历,我的祖上并不姓陈,我真正应该姓的是连,我爷爷是被过继给陈家的,所以我们就姓了陈。 你再看我,除了老大,我还有一个儿子,而且我也不重男轻女,只要儿孙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们一家人快快乐乐的,其他的都是小问题。 难道孙子孙女随了你姓,他就不是我孙子孙女了吗? 才不是呢,他喊我永远是爷爷,喊你是老爷。 嫂子的父亲伸出了大拇指,比了个赞,老哥,你这心胸豁达,我佩服。 就这样,本来令嫂子父母忐忑的事情,竟然意外顺畅地解决了,还获得了意外收获,本来只想一个孩子随他们姓,现在是两个孩子都随他们姓。 我上高二时,哥哥嫂子结婚,可以这么说,自从哥哥有了女朋友后,我父母又多了一个女儿,在我们家地位最高的是嫂子。 而我和妹妹在嫂子的庇护下,可以无法无天,哥哥嫂子结婚后,嫂子就承担了我和妹妹上学的费用,不是父母不管我们,而是嫂子太积极了。 我和妹妹那时候都在县城读高中,嫂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就会喊着我们俩去吃,去不了,她就给我们打包送来。 至于我和妹妹的零花钱,根本就不用我们俩张口,衣服鞋子也是嫂子给承包了。 父亲让大哥劝劝嫂子,她和我母亲又不是不赚钱,家里实在周转不开了,嫂子再帮忙也不迟。 可嫂子说他们家条件好,这点忙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我父母没办法,只能满山遍野地去捡山货。 因为嫂子的父母什么也不缺,就喜欢我们那里的土特产,各种野生君子以及板栗什么的。 家里的蔬菜瓜果下来了,明明知道人家那里不缺,我父亲也会收拾一大包,坐着车给亲家送去。 理由是我们家种的是绿色蔬菜,不用化肥不打农药的,吃起来健康卫生。 嫂子的母亲每次都是欢天喜地地收下,丝毫没有嫌弃这些东西不值钱,然后每次都给回礼。 把我父亲弄得特别不好意思,好像是去打秋风一样。 我和妹妹那一年都金榜提名,嫂子简直比我父母还乐,在单位里一直宣扬她的小姑子和小叔子一起考上了大学,而她的父母都给我们包了红包,刻意赶到我们家,向我父母祝贺。 我和妹妹的大学自然也是在嫂子的资助下完成的。 可以说嫂子是我们家的福星,嫂子在结婚三年以后才怀孕生子,我们家有双胞胎基因,所以嫂子也生了一对双胞胎,是一对男孩,按照提前商量好的全部跟着嫂子姓,因为嫂子的父亲忙于企业,而她的母亲还没有退休,所以这两个孩子就由我父母和保姆一起照看。 当有亲戚知道两个孩子跟着母亲姓后,都不理解,有的人还会说我父母傻,而我父母大大咧咧,会直接对那个不说好话的人,咋了? 他不跟我姓,就不是我孙子了。 我们一家人乐意,有你这个外人瞎说什么? 为了方便我父母带孩子,嫂子的父母直接大笔一挥,赤字在县城给我父母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我哥所在的那个社区,平时劳两口负责带孩子。 到了周末,劳两口放假,孩子由我哥哥嫂子和亲家带,而一天当中,上班时间是我父母带,下班时间是我哥哥嫂子和嫂子的父母带。 所以说,我父母带孩子有松有迟,两个孩子跟双方老人都很亲,由于两个孩子都跟着嫂子姓,嫂子的父母自然对两个孩子好得不得了,对我们家更是爱屋即乌。 我大学毕业后由于专业问题,工作不太好找,最后是嫂子的父亲动用自己的人脉帮我找到了工作。 我和妹妹也都把嫂子把父母当成自己的亲人,我们每次回老家都会去看看他们,一起吃个饭聊聊天,至于我的两个侄子性子截然相反,一个鬼马精灵,一个温柔安静,大侄子从小调皮捣蛋,脑筋转得特别快,自小就有生意头脑。 有一次我妈挖了许多野菜吃不完,我嫂子就对她儿子说,让她锻炼一下,把这些野菜拿出去卖了,我妈就把野菜清洗干净,用塑料袋一兜一兜地装好。 我大侄子拉着小侄子,拿着这些野菜就在社区门口蹲着叫卖,小侄子腼腆,一声不吭,大侄子是射牛,拿着野菜满口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叫得可欢了。 那时候她才七岁,好多人看她可爱,就买野菜,结果这孩子碰到了她在幼儿园的一个伙伴,就把这个伙伴收为自己的业务员,忽悠人家帮她卖野菜。 每卖出一兜,她给人家五毛钱的提成,就这样两个孩子用了两个多小时把一大包野菜全卖了,大侄子给人家算提成的时候,还大方地多给了人家两块钱。 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这孩子比较有生意头脑,她老爷知道后乐的何不拢嘴,这孩子上学后,更是因为频繁地在班里做买卖, 屡次被喊家长,她所做的买卖就是去批发一些文具,在班里卖,气得嫂子屡次打她,可这小子越打越皮,以至于每次上学前,嫂子都要检查她的书包。 和老大截然相反的是老二,老大是皮猴,老二腼腆地像个小姑娘,特别喜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看书。 所以这孩子自从上了学之后,学习犹如开了挂一样,每次都遥遥领先。 所以兄弟俩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俩人走的路不同。 大侄子大学选的专业是会计,小侄子学法学,如今两个孩子都已大学毕业两年。 大侄子现在跟着老爷在场子里锻炼,小侄子去年过了司法考试后,目前在一家律所就职。 而两个孩子跟我父母的关系一直特别亲密,动不动就打电话视频,跟姥姥姥爷的关系也特别好,可以说是受尽了两家人的宠爱。 所以我们家两个侄子虽然跟着母亲姓,到我们家没有那么多鸡飞狗跳,充满算计的事儿,而是两家人共同努力将日子过得幸福无比,这跟某些文章里的主角一比。 我们家就是异类,不过我喜欢我们家这样的,充满了温情和关爱。 朋友们,你们觉得呢? 我给小侄子喝了半杯果汁,嫂子大吵大闹,说他们家只喝鲜榨果汁,非要带着小侄子去洗味。 我把剩下的果汁泼在他身上,我看你该洗洗脑子。 我大哥是全村唯一的大学生,当年考上大学的时候,连镇长、乡长都来家里祝贺。 鞭炮声响了很久,他大学毕业后,也就直接留在了大城市工作,听说是世界五百强企业,又娶了城里的老婆。 狠狠地光宗耀祖了一番。 但是,自从结婚后,四年了,他从来没有回过老家。 甚至过年的时候,都在城里老丈人家过,给我们就单单打了个通电话拜年。 现在,小侄子都三岁多了,我爸妈还没有近距离看过一眼。 当初他们要去城里看望嫂子生孩子,结果被大哥拒绝了。 亚童现在住在月子中心里,不希望有人打扰。 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爸妈想着这是城里人的规矩,就作罢了。 今年是我爸五十岁大寿。 好说歹说,大哥才愿意带着老婆、孩子回家一趟。 我爸妈兴奋得好几天没睡好,把家里最好的房间整理出来,铺上连晒了好几天的被褥。 更是破天荒地买了很多小孩子吃的零食,家里堆得跟小麦不适的。 临近他们回家的前一晚,我妈拉着我问道, 小麦,我给孙子包了八百的见面礼。 他们城里人礼数大,也不知道够不够。 我笑着安慰他,妈,这就是一个心意,难道大哥大嫂还会嫌弃咱们少不成? 也是,他们赚得多。 我妈的眼眉处都是笑意。 那我这个做姑姑的,也准备个见面红包吧。 我思索了一下,也行。 不过,你现在还没有成家,其实也不需要。 我读书不好,大专毕业后就回了老家。 在村支书的建议和帮助下,承包了大棚草莓。 选地、养殖、销路,每个环节都要自己跑通。 所以忙到现在也没有成家,这不,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 大哥常言不回来,我正好照顾着父母。 这天,临近中午,一辆蓝色奥迪CV风风光光驶进我家院子。 大哥从驾驶座上下来,小跑着过去打开后座的门。 嫂子抱着小侄子下了车。 屋子里的亲戚都跑去院子迎接他们。 哟,这就是小圣吧? 好久没见,现在都是大小伙了。 小圣在大城市里可是坐办公室的。 你看这豪车,小圣这媳妇也太洋气了吧。 周家婶婶,你以后可以享清福了。 听着大家的赞美声,我爸妈开心地招呼着大哥大嫂进屋。 爸、妈、小曼,我哥拉过自己的儿子,来。 浩浩,叫人。 浩浩甜甜地叫着,爷爷。 奶奶,小姑姑。 哎。 我和我妈把两个红包送了上去。 谢谢浩浩懂事地一蹦一跳拿给他妈妈。 嫂子收了红包。 温柔地道谢,阿姨,小妹,你们太客气了。 在那瞬间,我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孩子都三岁了,她居然叫自己的婆婆,阿姨。 我妈轻轻地扯了下我的衣服,给我使了眼色。 亚童自己妈妈早就去世了,所以她开不了口叫我妈,之前和我们说过了。 我没有吱声。 嫂子往我哥的方向看了一眼,我哥像得到指令一般。 她一边把后备箱的行李拿出来,一边抱歉地说, 爸,这次我们带的东西太多了。 实在放不下了,就没有给你买生日礼物,待会儿给你一个红包。 你喜欢什么,自己去买哈。 没事,没事,回来就好。 我爸见到了儿子,已经心满意足,根本不在意这些虚理。 大哥搬下来两个大行李箱和一个中型的手提包。 我眼疾手快地看了一下,就帮他提着一起回了房间。 打开后,好家伙,我瞬间惊掉了下巴。 满满当当的家具用品。 除了日常换洗衣物之外,他们还带了三副碗筷,三双拖鞋,一个榨汁机,热水壶,洗脸的盆和洗脚的盆各三个,小提琴。 我想着,他们不是就待三天吗?怎么把半个家都搬了过来? 我指着榨汁机,热水壶,尴尬的开口,哥,这些东西家里都有。 我哥一边满头大汗地整理东西,一边说道,我知道,但是你嫂子用不惯,还是用自己家的比较好。 我乖乖地闭了嘴。 理好东西,我哥从口袋里掏出五张百元大钞,递给爸爸。 爸,你自己买点烟酒呗,连个红包壳子都没有,我爸也是尴尬在原地,连忙推辞,不用,不用,哪能要你们的钱? 大哥直接塞进爸爸的口袋,十分豪迈的样子,这是孝敬你的,你就拿着。 我在镇上订了酒席,快到饭点,于是大家转站去了镇上。 大嫂看了一眼我的武林红光,为难地开口,要不爸妈坐我们的车吧。 好呀,我正好带其他亲戚。 我把爸妈推了出去。 我妈悄悄地掐了我一下,你怎么不开那辆奔驰? 早上去送货,忘记了换了。 一大早就忙死,我确实没有思考周全。 不要让你哥嫂觉得咱们过得很辛苦,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 我妈千叮宁万嘱咐,行,行,行,你赶紧走吧。 我自豪地坐上了自己的武林红光。 饭桌上,儿孙在身旁,我爸妈格外开心。 酒味蒙面的亲戚们恭维着大哥大嫂。 一顿饭吃得其乐融融。 嫂子包着下,突然问我,小曼呀,你准备了什么生日礼物呀? 我正在夹菜,被她一问愣住了。 难道要现在拿出来吗? 我哥笑着解释,我已经给爸爸一个大红包了。 小曼是姑娘家,还没有成亲呢,给不给都没事的。 嫂子有点难以置信,生日礼物而已,这个也要分男女呀。 你们也太封建了。 我把菜咽了下去,大大方方地对上他们的谈话,我也给爸准备了礼物。 我把包里的盒子拿了出来,是一款知名的国产手机。 这一部是最新款,店里也要卖进六千。 我笑着递给爸爸,爸这个给你,以后你看新闻,刷视频都不会卡。 也可以经常给我打视频电话。 我爸笑着收下了,嘴上还在埋怨,就知道乱花钱。 旁边的亲戚笑着打趣道,大哥,你真是太有福气了。 儿子给钱,女儿送手机。 是啊,儿女儿都这么孝顺,真是羡慕不来。 而且老大还特意回来给你助寿。 大哥估计想起自己的五张百元大钞,突然变得安静了下来。 嫂子盯着手里盒子,还在挑刺,有这个钱干嘛不买个苹果手机呀。 我爸用惯了安卓,不会操作。 我回答着,然后我就看到嫂子嫌弃中带着心疼的眼神。 我开始怀疑她的脑子是不是不太好。 难道用苹果手机就高人一等? 没想到,这顿饭还有后续的精彩故事。 我给爸订的生日蛋糕送到了。 正好大家也吃饱喝足了。 于是开始切蛋糕,唱生日歌。 我把最大的一块蛋糕切给了老寿星爸爸。 然后接下来一块有图案的,给了小侄子。 小侄子双手捧着,正想吃,嫂子就打掉了她手中的勺子。 轻声骂道,都是奶油和糖,一点都不健康。 声音很小,但是一字不差的还是落入了我的耳中。 我手里的切刀一下子停住了。 我特意选了动物奶油,叮嘱店家别放糖。 旁边的小侄子有点不乐意,我想吃,我就要吃。 声音逐渐大了起来。 我哥有点不知所措,吃一小口没事的。 然后,嫂子就黑了脸,周小胜,我教育孩子的时候,你非得和我唱反调是吗? 我哥奄奄的,不说话了。 所有在座的人脸上,都尴尬不已。 我赶紧把蛋糕分了下去。 大家打着哈哈,假装没有听到他们的争吵。 我带着妈妈去洗手间的时候,居然听到了亲戚们的议论。 这小胜媳妇怎么回事,完全不把她男人当回事。 是啊,好丢脸啊。 说是城里媳妇,感觉是个泼妇呢。 这种人想进我们家门,是不可能的。 我妈拿着纸巾擦着眼泪,我不知道,你大哥原来过得这么苦。 没事的,城里人都是以怕老婆为荣的。 我安慰着她。 说实话,我大哥从小就是天之骄子。 就连村里的小孩都很尊敬她。 我也没有想到,她在她老婆面前那么软淡。 但是,我看她自己甘之若一样。 想必在老丈人家受到不少恩惠。 她时时刻刻洋溢着那种怕老婆的自豪感, 觉得自己比我们这里更文明、更优雅。 她开心就好。 生日宴席有惊无险地结束了。 哥嫂还要在家待几天, 我爸我妈则安前马后地跟在小侄子身边。 这个家里洋溢着又客气又疏离的气氛。 今天在家里吃饭,我妈下厨做的家常菜。 我在厨房帮着忙。 哥嫂在客厅聊天,一副做客的派头。 我妈乘着菜,骄傲地说,你看这青菜,都是自己家种的。 还有这土鸡蛋,他们平时有钱都买不到。 喊哥嫂上桌吃饭,嫂子看了下饭菜,脸一下子拉得老长。 我一头雾水。 我哥忙不迭地去他们的卧室拿出专属的碗筷, 递给我,用这个盛。 我看着他们面前三碗满满当当的白米饭, 问道,那这些怎么办? 我哥想了一下,说,家里不是有鸡吗? 待会儿倒给鸡吃。 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我爸似乎也生气了, 不要浪费,放着吧,晚上我来吃。 我无奈地给他们重新盛了饭。 嫂子用湿纸巾擦着筷子, 还在给我们科普,混在一起吃, 太不卫生了。 尤其是我们浩浩, 我怕给她染上什么细菌就不好了。 嗯嗯,还是讲究点好。 我妈本来打算给浩浩夹菜的手停了下来。 我看着劳两口小心翼翼的样子, 这是气不打一处来。 也是,分开吃得好。 你们知道有种病毒吗? 染上了会得脑残,千万别传染了。 嫂子没听懂,安心吃着饭。 我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懒得搭理他。 我之前也期盼着他们回来, 人多热闹, 而且小时候我和我哥的感情很好。 但是,自从他们待了两天后, 就感觉浑身拘束。 我开始掰着手指头算他们什么时候走, 感觉自己对嫂子的声音已经有点应激了。 正想着,浩浩的大哭声冲外面传来。 嫂子把浩浩一把拖进房间里, 狠狠地打在她的屁股上。 你让你玩,脏得要死。 来的时候, 我和你怎么说的? 我冲进来的时候, 看到我妈和邻居大婶一起尴尬地站在门口, 问了一下事情的缘由。 原来浩浩和大婶的孙子在一起玩耍, 乡下难免磕磕碰碰。 两个小孩的衣服上就沾上了污渍, 正好被嫂子看到。 她二话不说, 把浩浩逮走了。 我爸爸大哥扯了过来, 让他赶紧劝劝嫂子。 老大呀, 这还是贪玩, 也不是什么大罪, 适当教育就好了。 那边嫂子还在大骂, 你这个样子和乡下的野孩子有什么两样, 小提琴带过来练习了吗? 就知道天天疯完。 这么一说, 邻居大婶就不乐意了。 他静止上前理论, 哎,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明明是你家儿子 自己过来玩的, 还骂起人来了。 大哥急忙上前拦住了大婶, 不停地道歉, 对不起, 张家大婶, 我老婆不是那个意思。 大婶火力全开, 那你说, 她是什么意思? 别忘了, 你们都是乡下孩子长大的。 他那个金贵的孩子, 也是乡下的种。 大哥陪着礼,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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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口不择言。 邻居大婶亮亮呛呛地走了, 我妈去扶她。 她狠狠地甩开我妈的手, 别碰我, 省得碰脏了你的手。 我妈将着身子站在一边, 转头看了眼鸡飞狗跳的屋里, 失望地走开了。 因着嫂子的关系, 我家和隔壁二十多年的邻居情, 产生了间隙。 我妈一天之内跑了几趟隔壁, 都吃了闭门羹。 她在我面前偷偷落泪, 这都是什么事啊? 过几天就好了。 我猜等大哥嫂子回了城里, 这种小矛盾也能得到缓解。 但愿吧。 至此, 我也很庆幸, 他俩从未回过老家过年, 给了我们长长一段时间的清静。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还没有消停半天, 嫂子又开始作妖。 这次直接把我拉下了场。 晚饭的时候,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橙汁。 我妈去请哥嫂吃饭, 她俩还在卧室里磨蹭, 小侄子蹬蹬蹬先跑了过来。 她仰头看着我, 天真的问我, 小姑姑, 这个好喝吗? 可以给我喝点吗? 不得不说, 虽然嫂子很闹腾, 但是我的小侄子是真的可爱。 她这么问, 我当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我特意找来她的专属小碗碗, 给她倒上了小小的一杯。 小侄子眯着眼睛, 咕噜咕噜喝了起来。 真好喝, 谢谢小姑姑。 我帮她擦了下嘴角, 慢点, 待会儿还有呢? 到这里为止,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 一声刺耳的尖叫声 从门外传来。 你给她喝了什么? 我一脸迷茫, 举了举手里的瓶子, 无辜地说, 成枝啊。 哎呀,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这样会害死她的。 她魔正斑叫着, 冲到我跟前, 夺走了成枝的瓶子。 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 心想, 完了, 小侄子有可能橙子过敏。 那我真的是罪人了。 哎, 不对, 我怎么记得看到过 她吃橙子的? 嫂子在一旁盯着 果汁瓶上的文字, 哭着大喊, 产地是国内的。 你知不知道 这里面到底有多少脏东西啊? 我企图辩解, 嫂子, 这也是大牌子, 应该不会吧? 她一把推开我, 抱起小侄子 朝我哥哥喊, 小胜, 你赶紧死过来。 开车, 我们去医院, 最近的医院。 我哥也有点猛逼, 啊, 浩浩好像没有什么不是。 嫂子哭着求她, 赶紧啊, 我们浩浩什么时候 吃过这种垃圾食品? 每次都是我帮她榨汁的。 浩浩被疯癫的妈妈吓到大哭, 嫂子更是一刻都等不了, 把浩浩直接扔在了后驾驶位上。 我忍无可忍, 上前拦住了她, 嫂子, 你这是干嘛? 就喝了几口果汁, 不至于啊, 你吓到浩浩了。 她抬手给了我一个狠狠的巴掌, 浩浩, 要是出什么事, 我找你拼命。 现场一片混乱, 小孩子的哭声, 嫂子的咒骂声, 我妈的安慰声, 开车, 赶紧开车, 我们带浩浩去洗胃。 嫂子扑在我哥怀里, 尖尖的手指甲 在她脸上留下几道疤痕。 我上前擒住她的双手, 冷冷地盯着她, 你是不是神经病? 要让多少人看笑话? 我哥哀求着, 老婆, 别闹了。 最后, 我爸打了个电话给卫生院, 门诊已经关门了。 嫂子不医不挠, 我们去市里, 人民医院, 不能耽误了。 我把杯子里的果汁 泼在她身上, 不顾及情面的大骂, 洗什么胃, 怎么不找人 给你洗洗脑细胞。 我哥赶紧夺过 我手中的杯子, 拦在我俩中间。 嫂子瞪着 心红的眼睛看着我, 不敢相信这一切。 周小曼, 你太野蛮了。 你扇我耳光的时候, 怎么不说野蛮了? 我也不甘示弱。 旁边浩浩的哭声传来, 她像是棱过神来。 她一把捞起浩浩, 把她的头往下摁, 然后伸出手, 不断地抠着孩子的喉咙。 浩浩彻底吓坏了, 哭得惊天地气鬼神。 嫂子没有丝毫的心软, 继续用尽全力地抠着。 这一刻, 手里的孩子不是她的儿子, 更像是敌人。 我想上前阻止, 我妈拦住了我, 摇了摇头。 我搁在一旁, 看着孩子受罪, 袖手旁观。 最后, 浩浩好不容易吐了点东西出来。 嫂子终于罢休。 然后, 她马不停蹄地冲进屋里, 收拾东西。 嘴里骂着, 一刻都不想呆。 此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 她整理好行李后, 恢复了冷静, 看着我哥说, 走吧, 现在, 回城里。 现在? 我哥有点不敢相信, 太晚了吧? 你走不走, 不走就别过了。 她面无表情, 甚至都没有看我们其他人一眼。 我哥最终像狗一样地跟着走了。 没有吃晚饭, 也没有和我爸, 我妈打一声招呼。 对不起, 我看着还没有动的晚饭, 我要是不给小孩子喝果汁, 就不会炒了。 走了好, 我爸反而爽朗地笑了起来。 他们在这, 我浑身不舒服。 我妈拍了拍我的手背, 我们吃饭吧, 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个儿子。 那顿晚饭, 我们吃得格外舒适。 睡觉前, 我妈给我哥发了信息, 问他到家没有, 没有得到回复。 大哥在一次找我的时候, 是委托我带着他的吊档汗, 帮他吊档。 微信上, 他清清淡淡地说了句, 最后求你帮次忙。 我就不回来跑一趟了。 吊档, 是为了签户口。 他的户口要从我们家签出, 落到他老丈人家。 户主是他老丈人。 这件事, 爸妈知道吗? 我感觉有些蹊跷, 就好像是入坠。 还不知道。 但是我只是为了拿成是户口, 没有其他的意思。 当初。 当初刚结婚的时候, 大哥就想着把户口签出去。 但是当年, 村里有拆迁的传言, 所以, 嫂子让他再等等。 结果等了这么多年, 拆迁的事情只有传闻没有落实。 哥? 现在村里的户口只能签出, 不能签进, 以后就没有后悔要了。 我再一次和他确定, 这是村里的规定。 没事的, 就算以后真的拆迁, 你嫂子也说不后悔。 我告诉爸妈这件事情的事情, 他们沉默了许久。 我妈最后忍不住哭了。 还是我爸冷静, 我们也没有制止过他, 他非得这么偷偷摸摸的, 大概是真的想和这里断绝关系吧。 他是我们村里最有出息的孩子, 我妈还是哭哭啼啼。 签户口的事情, 被村里人都知道了。 大概是我去盖章的时候, 办事人员没有守住嘴巴。 大家看我们家的眼神有了变化, 更多的是一种心疼。 你们说小圣还真是白眼狼啊, 当初大家对他多好啊。 真的呀, 他当年考上大学, 我家还送了羊肉呢, 结果人家根本看不上这里。 最可怜的是 周家大哥大嫂, 培养了一个大学生, 结果, 听说他们家儿媳妇走的时候, 还大吵了一顿, 幸好小曼还陪在他们身边。 有天傍晚, 隔壁大婶端来了一碗饺子。 周家大嫂, 之前和你家儿媳妇闹了矛盾。 哎, 这个事情和你家其实也无关, 不该影响了我们两家的关系。 我妈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说的哪里话, 都是我家的不懂事, 反正都过去了, 以后咱们还是好好相处。 听说小圣把户口都牵出去了。 这, 邻居大婶欲言又止。 是啊, 他在那边工作, 牵到那边也方便点。 我妈为大哥晚尊, 邻居大妈痛心疾首, 哎呀, 这个小圣小时候不是很懂事的吗? 我们这快要拆迁了, 我家亲戚在土地规划局工作的, 早就有风声了。 我妈尴尬地笑了笑。 微信上, 我哥传来一份图片, 之前他说自愿牵出户口, 说以后拆迁也不后悔。 我留了个心眼, 让他签了一份保证书。 自愿放弃拆迁份额, 不得反悔。 我们这里拆迁政策, 是按照人头来分配的。 我哥不在我们一个户口本上, 那拆迁款就少了一大笔。 既然他一点时间都等不及, 那我们就该成全他。 我看着手机里的图片, 签上了他的大名, 我笑着保存下来。 然后对隔壁大婶说, 我哥不在乎拆迁款, 你看他给我们写了保证书, 以后大家都可以做个见证。 一晃过了两年, 大哥几乎不怎么和我们联系。 以往的新年, 好歹有个视频通话。 现在连电话都没有了, 仅仅来一条群发的短信祝贺。 浩浩五岁生日的事情, 我是在大哥朋友圈看到的。 突然想起, 嫂子和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嫁过好友。 生日宴请了他老婆一家的亲戚, 还有同事朋友, 但是没有通知过我们婆家人。 按照我们村里的习俗, 侄子生日, 姑姑一般要给红包的。 我犹豫再三, 和爸妈商量了下。 我爸猛抽几口烟, 说道现在孙子生日都不请我们了。 老头子, 别生气了。 我妈的心态变得好了很多, 他们没有礼数, 我们还是要有的。 嗯, 老爷子同意了, 我之前大寿, 他们给了五百, 小曼你帮我转回去, 我在天三百, 就转个八百吧。 当晚, 我就把爸妈的八百元, 和我自己两千元红包都赚了过去。 最近我的大棚草莓生意不错, 尤其是打通了北京连锁超市的销路后, 于是我也出手稍微阔绰了点。 祝浩浩生日快乐呀。 我顺便还发了个表情包, 我大哥那边迟迟没有回。 过了许久, 他冷冰冷地回复, 谢谢。 然后把两个转账红包都收了。 我解释了一下, 这是爸妈和我的一点心意, 可以给浩浩买一点喜欢的零食。 小妹, 家里是不是现在赚得挺多的? 她眉头莫尾地突然来了一句, 我一下子有点猛, 不明白她一游所指些什么。 我爸妈其实一直在务农, 现在只是力所能及地养了些小菜小鸡。 没有收入来源, 之前也没有交过养老保险。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给爸妈一些买菜钱, 一个月四五千, 慢慢地他们也存了几万块小钱。 怎么了? 我反问, 上次我们回来, 你当时给了爸一只手机寄的吗? 我还记得当时是嫂子在饭桌上提及, 我才掏了出来。 我哥却开始拿多年前的事情指责我, 你送个手机, 我们却没有什么准备, 弄得我和你嫂子很尴尬, 其实送什么应该和我们商量下。 哥, 你这么说我就不懂了, 当时爸的手机很卡, 我只是给他换个新的。 我也没想拿到明面上说, 是嫂子自己逼我拿出来的吧。 我生气地回复, 你们自己小气巴拉的, 拿了五百项赏赐给爸一样, 还不准我准备像样点的礼物了。 刚刚这些钱, 你嫂子让我别收, 给你还回来。 他为难地给我打字, 可以, 你退回来。 爱收不收, 我是好心过来送红包的, 居然教我做人。 我巴巴等着他, 把钱退回来。 我肯定立马带着二老出去搓一顿, 这是你们的心意, 我就代表好好收了。 谢谢你们。 我哥扭扭捏捏地回复我, 最后也没有把钱还给我。 我心里暗下决心, 再去联系我哥, 就是我自己犯蠢。 有时候, 甚至不知道他读了那么多的书, 怎么越发地不讲理了。 那之后, 过了差不多三个月左右, 我们村终于拆迁了。 我们城市里要建个机场, 机场的辐射区就在咱们村。 隔壁大审开心地在村头大声喊着, 我亲戚说得没错吧, 真的要拆迁了。 大家的苦日子到头了。 村主任手里拿着文件, 喜笑颜开, 乡亲们, 这次啊, 咱们按户头分配。 就算有嫁出去的女儿, 只要户口还在我们村, 都能分到钱。 咱们呢, 不搞重男轻女的那一套。 村民们拼命鼓掌, 甚至把手都拍红了。 当天, 家家户户彻夜难免。 一连好几天, 村主任忙着去每家每户签字。 我们家现在有三户人, 按照拆迁政策, 差不多能赔一套城里的三居室, 加上六十万的现金。 但是, 因为我承包了将近三十亩的大棚, 政府为了弥补我的损失, 又格外给了将近五十万赔偿。 爸妈更是高兴地连连感谢政府。 因为田地被拆迁, 后续的草莓供应需要重新签订合同。 我每天处理供应合同, 忙到深更半夜。 爸妈则开始研究起新房装修风格。 这天, 我刚忙完回到家里。 院子里停着一辆蓝色奥迪, 很熟悉。 我在一看车牌号, 果然是我大哥的。 他怎么回来了? 正纳闷着, 发现家里坐了一大圈人。 除了从城里回来的大哥、 嫂子, 甚至村主任, 几个亲戚长辈都在。 大哥眼尖, 一下子就瞄到了我。 小曼, 你来得正好。 听说家里拆迁了。 我扫了一眼大家, 是啊, 这不大伙都在, 主任也在, 你应该可以确认了。 那, 为什么我们没有份额? 旁边一个细细的女生响起, 是我的嫂子。 她画着精致的妆容, 羊毛裙, 西皮靴, 整个人显得洋气又精明。 村主任急忙上前解释, 小胜大侄子, 我们这拆迁都是有上面的政策规定的。 主要是根据户口, 你们的户口不在村里, 所以享受不到。 但是, 主任, 我们的房子还在啊, 那我们就白白承受这个损失。 我哥急了眼, 他说的房子, 其实就是父母分给他们住的一间卧室。 多少该赔点吧? 嫂子的语气不容置疑, 实在不行, 我们都是要按照规矩来的。 村主任严肃道, 我哥怒道, 那为什么小曼的草莓地都有赔偿? 我们正儿八经的房子却没有。 村主任甩出一答文件, 住宅和种植地都有相应的赔偿。 周小胜, 你就不要胡搅满产了。 嫂子还在一旁继续阴阳怪气, 从来没见过哪个村分给女人, 不分给男人的, 你们是自创的规定吧。 这个女人不是一直自诩城里人, 瞧不起我们吗? 怎么思想堪比清朝人呢? 我实在看不下去, 翻出手机相册。 上面是一张我哥周小胜的亲笔说明。 哥, 这是前不久你自己写给我的, 要不要给大伙看看? 我嫂子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当天, 大家不欢而散。 我哥和嫂子没有住在家里, 当晚就去了镇上的宾馆居住。 第二天, 隔壁大婶早早地候在我家门口。 周家大嫂, 你家小胜, 这个挨牵刀的, 他居然跑到政府去举报, 说我们村分款不均。 现在拆迁又要耽搁了。 你们怎么养出这么一个白眼狼, 他使劲拍着我妈的手背, 抹着眼泪。 我们已被彻底惊呆。 这个人还是周小胜吗? 举报的事情, 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因为村主任完全合法合理地 按照规章制度在办事, 其他人又开始开心地 规划起自家的新生活, 忘记了我哥这个小插曲。 但是我爸妈自此 对大哥彻底寒了心。 拿到赔偿款之后, 他们又多给我三十万, 让我重新选地, 重新种植创业。 用这笔钱, 我又扩大了种植规模。 哥嫂当然不肯罢休。 这次他们带着儿子, 一起找到了 我们在城里的新家。 嫂子拍了拍浩浩的背, 小孩子鬼灵精怪地 冲到我爸妈面前, 甜甜地笑着 爷爷奶奶好。 嫂子也一改常态, 热情地说道, 爸妈, 我们这次回来看看你们, 看看新家。 我妈第一次被她叫妈, 整个人浑身别扭。 我看着一大群人堵在门口, 于是建议, 要不, 去旁边饭店聊。 不用不用, 我哥打断了我, 亚童买了菜, 我们来做。 果然, 他们手里提着鸡鸭鱼肉, 他们小两口进了厨房忙碌, 我和爸妈面面相去, 饭菜上桌, 嫂子给大家盛了饭。 我妈提醒道, 家里没有给你们被专用的碗筷。 嫂子立马笑着说, 没事的,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好分的。 之前是我太不懂事了。 九过三旬, 他们终于露出了尾巴。 原来, 他们看中了一套学区房, 准备拿下来给以后浩浩上学用。 现在首付款只缺五十万。 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听说, 我爸妈拿了六十万的拆迁款, 立马就过来打主意了。 爸妈, 这次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 才来求你们。 我哥借着酒精开口, 这倒是真话, 如果哪怕有一丝办法, 他们也不可能向爸妈低头。 五十万, 太多了, 我们也没有。 我爸不假思索拒绝了他, 不是给了六十万吗? 嫂子马上搭上话, 这是三个人的份额, 每个人二十万, 其中二十万是你妹妹的。 我妈解释着, 我哥立马又把头转向我, 小慢, 可以吗? 先把钱挪给哥用下, 你的那部分, 我以后再还你。 我笑了下, 什么意思? 那爸妈的钱, 你们不打算还了? 我从小到大, 爸妈也没有给我花过什么钱, 难道不该支持我一次吗? 我哥占红了脸, 争辩道, 这话我就不乐意了。 我爸更不乐意, 只听到他把筷子狠狠地拍在桌子上, 历声骂道, 周小胜, 做人要讲良心。 从小到大, 我们少你吃, 少你喝了。 对, 我们是没本事, 但是一路把你培养到大学, 你结婚的时候, 我们也给了二十万彩礼, 已经仁至义尽了, 嫂子急着劝阻, 小胜, 你少说点。 爸, 我们这次真的很困难, 请你看在孙子的面上, 钱我们给了小曼去做生意了。 我爸生气地交代, 钱, 我已经投入生产了, 我也老实交代, 如果这次你们不出手相助, 以后就当没我这个儿子吧。 我哥撂下这句话, 但是他说晚了, 自从他上次举报村里拆迁仪式后, 爸妈已经不当他是儿子了, 他们没有要到钱, 学区房没有买成, 从此也和我们没了联系。 我的种植事业越做越大, 覆盖了北京之后, 也开始铺上海的渠道, 这天去上海谈生意, 开车的时候, 一个外卖小哥从旁边小路窜出来, 蹭到了我的车子, 他自己也连人带着电瓶车, 摔倒在路边, 我赶忙下车查看他的伤势, 只见他迅速地起身, 拍了拍身上的土, 又抬脚骑上了车子, 等等, 你的伤,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我拦住了他, 他急得快要哭了, 不要让我陪, 我是不小心的, 声音很熟悉, 透过安全帽, 我认出了他, 我那个高材生大哥, 哥, 我脱口而出, 他震惊了一会, 随后低下了头, 低声说着, 你认错人了, 最终我还是带着我哥去了医院, 检查下来, 只是擦破了皮, 不碍事, 他一直担心着手里的单子超时, 坐立不安, 我给他转去了五千块钱, 让他今天就安心休息, 不要跑单了, 中午请他吃了顿饭, 吃着吃着, 他就哭了, 和我诉说起了他的故事, 原来半年前他就失业了, 社会环境加上行业冲击, 导致他就职的公司业绩一落千丈, 于是只能裁员, 我哥很倒霉, 第一批就在名单上, 他拿着赔偿金, 信心满满地重新找工作, 但是现在的社会环境太差了, 很多公司都在减员, 所以这一单个就是半年, 半年来, 他们的开销不减, 毕竟嫂子和浩浩从来只喝鲜榨果汁, 最后我哥只能偷偷在外面跑外面, 贴补家用, 嫂子现在还不知道吗? 我问, 我哥点了点头, 嗯, 我不敢说, 还是说了吧, 总不能你一个人承担压力, 我会找机会说的, 他保证着, 转头看向我的车, 换车了吗? 五年前就买了, 沉默了许久, 他问我, 小曼, 我可以跟着你干嘛? 见我为难, 他又急忙补充, 我什么都可以干的, 给我一个月八千就好, 我还是拒绝了他, 哥, 我公司里需要有经验的人, 我公司里帮忙的人, 都是村里出来的, 他们和我知根知底, 也特别勤劳肯干, 当然最重要的是, 种植经验特别足, 我没有任何理由, 让我哥进来, 甚至其他人也都认识, 周小胜, 那个周家的不孝子, 那个曾经举报我们村的人, 个人有个人的命, 我看着我哥又骑上了电瓶车, 他在为他老婆儿子的仙诈成之努力, 我也在为我的未来努力。